霹雳州有两位著名的造炭窑师傅 其中一位就是在十八丁为人所知的卢亚福 记者拉大队前去采访的这一天 卢亚福正好和工人在打造炭窑 而他也大方地分享了自己造窑的独家秘方 卢师傅说 他家的炭窑并非用洋灰来打造 而是黄泥 一个可用上十年 说着说着 卢师傅就和工人把黄泥混合水 加入西沙 再用黄泥把一个个砖块粘合起来 卢师傅说 这个过程的水量和沙量要拿捏得很准确 否则炭窑就不完美了 我们造窑的时候 从地上开始的时候 那个水分必须要多一点 然后还有我们土外面的话 它的沙的成分也要多一点 要不然它红久了 它会裂痕这样子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那种粘性这样子 然后那个我们的做工那个刀 我们比较永远拿那个泥土取来粘这样子 政府规定 炭窑的宽度只能是6.7公尺 而高度就没有设限 因此一般在三到四个工人的帮忙下 花了20天就能造好一座炭窑 如果工人少就得更耗时了 47岁的卢亚弗说造谣过程其实并不会太辛苦 只是要和泥浆木炭打交道 双手不是黄邓邓就是黑吁吁 年轻人都比较抗拒 但他说自己比较幸运 有一般好学的学徒 所以他并不担心后继无人 会比较少啦 然后要找工人也是会比较难这样子 怎样讲也是出工啊 那个木啊什么都需要人工去干这样子 而且又很烟那种 就火炭人家你看到黑黑大多数人家都不要了 应该是不会啦 因为我还是有教一般邪徒这样子 慢慢慢慢栽培他们 有些是说要回了 我又train另外一般这样子 然后以后我的孩子我就不担保了 不懂他们要不要 如果要的话我们继续教他们 能有一技在身 又能用他来赚钱养家 卢亚福很感谢父亲 当年传承了这门手艺给他 至于会不会再把他传承给第三代 卢亚福说不会勉强 顺其自然就好 NTV7 霹雳十八丁 专题报道